大家好,今天我會用廣東話讀出《海亞的故事》 角色詳細 海亞,亞爾柏雷奇,酒葉大亨,來根芬德家的兒子 他以狠狗沒有稱呼迪盧克,來根芬德為兒輕鳥 目前他擔任西風騎士團的騎兵隊長 是一位可靠的行動派,身得禽信任的人物 在蒙德這座城邦的範圍之內 但凡發生了什麼突發事件,海亞總會是那個收尾善口的人 角色故事一 說來有趣,最容易遇到這位騎兵隊長的地方 不是騎士團總部,而是夜色中的酒館 海亞時常獨自坐在吧桌前 點著蒙德著名的調酒 午後致死,與愛酒的蒙德市民門攀談 他在蒙德的酒客與年長者忠百愛受歡迎 甚至有著最值得託父愛孫女的男人之名 一邊氣弱調漢,一邊萬品美酒 如此親自的男性,讓人很難把他跟西風騎士團 騎兵隊長一職關聯起來 與海亞插貨打雲的人中 既有分聚的獵人,也有視酒的賊徒 但無論來客景的心多強 都會在海亞巧妙的柔道下吐露真言 至於之後的事,到底是一場脫離控制的惡夢 還是漫漫長夜中有一個無雙大雅的幻笑 恐怕要取決於這位酒友不笑身說漏嘴的內容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該怎麼對待他 大雀令人有聲怒火的微笑 海亞這樣說道 角色故事2 正義並非絕對的原則 而是武力與計謀的精妙平衡所駐就的結果 至於過程如何,無需太為難自己 在大團長法醫家面前,海亞曾說過這樣的話 只要結果合乎期待,海亞並不在乎事情以什麼方式結束 這中原則,遞造了他不拘一格的行事方式 以及隨意意為的人生態度 正如午後之死那隨性時已的暴裂口感一般 不過,時已的行事方格也為他招來許多非疑 曾有一次,為迫道策手令與他正面作戰 海亞故意觸發遠古的遺跡守衛 這一舉動,精準封鎖住了對手退路 同時也讓海亞和同僚陷入危險 每當這中時刻,一向信任他的代理團長琴也會搖頭 但海亞毫不在意 不如說,他人被迫作出選擇的困逼模樣 甚至能讓他覺得享受 他樂於捕捉同伴選擇共戰時 一閃而過的猶豫 也樂於欣賞敵人 背水一戰前 揭力遮掩的恐懼 角色故事3 歷史悠久的釀酒葉 為蒙德帶來財富 蒙德的富庶 又引來貪婪的道賊 與沉嘲的魔物 這蝦遊蕩最陰影中的窩魂 不僅來源翻襲 聚集的理由也多種多樣 為了低於沉擾蒙德的道匪與魔物 海亞不止以他的見 也以他的頭腦和幽默地制服的人 有年輕騎士花費數年時間 終結其中的規律 最終得出一個 令他目瞪口外的結論 如果明酒 午後之死 不再供應期 城內外的 雜表報告便會隨之就減 直到 直到下一輪 伸走上市 坦迪的年輕騎士 將報告交給 擅長情報工作的 騎兵隊長海亞 希望從他那裡得到一些建議 面對騎士坦迪的表情 海亞帶著 怪異的微笑回應 想法不錯 我會納入參考 《角色故事4》 一般以言海亞是過相當見譚的人 唯獨對過去的經歷 他為莫於心 哪怕大團長要求他 長述出身 他也不願世談舊事 而是用圓滑的說法 近乎膚顯地大過身世 十幾年前 夏末的午後 父親帶著我經過神禧酒莊 我去買幾瓶葡萄汁 爐上解渴 我記得他是這樣說的 但他走後 再也沒有回來 如果不是 克里普斯老爺 向我伸出慈悲之手 或許 我就無不過 當晚那場暴雨了 看似合符情你的平淡聚述 卻是精心掩藏了真相的謊言 海亞不曾說起過 那個午後真正的故事 這是你的機會 你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親生父親 捏緊海亞單撲的肩頭 視線越過他 望向了更遠的地方 地平線另一頭 有著父子倆 遙遠的故鄉 含水亞 海亞從未忘記 那混雜著 憎恨與稀奇的眼神 角色故事五 許多市民仍記得 若干年前蒙得成中 最野眼的兩位少年 一位是無可挑剔的年輕紳士 的奴克 他是手執長刀的優雅劍士 有著友善的笑容與自信的身知 另一位是二個眠容的樹墓掌海亞 他是迪魯克的好友 助戰者與頭腦 為迪魯克的一切戰鬥、掃尾、洗塵 他們配合默契 從不失守 如同一對深知相通的雙子 從明處或暗處 守護著夢的安全 直到海亞 記憶深處 那過陰沉的日子 迪魯克護送的車隊 在森林中 遭到巨大魔物襲擊 那是海亞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失守 從師快馬加邊 他趕道士 巨世也已經無法挽回 他與迪魯克 共同的父親 操縱著 來歷不明的 不祥力量 極退魔物 隨即被力量反世 死於非命 海亞和迪魯克 都被眼前這一幕震驚 失去了騎士應有的冷靜 原來克里普斯老爺這樣的人物 也會衛生於危險的邪力 陷污的念頭閃過腦海 海亞卻步以微笑 這樣的世界 真實 有趣 共同的父親 倒在了血缽之中 兩位少年在這一夜 走上分歧的道路 一份名單 一份寫在騎士團公民紙上的名單 夾在安傑樂師探案集的書頁間 上面清晰地記帶著蒙德的市井道匪 游蕩與城外的道策 用兵和道保團中層以上人員的組織地位 游蕩範圍 以及詳盡的個人資訊 其中有十幾個名字被打鳥圈 旁邊標注著 免得太無聊 海亞對這份名單的評論是 喝醉了 寫著玩的 你隱約覺得海亞是故意讓你看到這份名單的 但你沒有證據 神之眼 海亞 阿爾柏雷奇 得到神之眼那晚 夢得下著 龐陀大雨 借天下午 克利普斯 來根芬德 強行使用斜力 遭到 斜眼的反誓 為使父親解脫 迪魯克 來根芬德 親手殺死了他 作為養子的海亞 始終陪在一旁 卻無法真正融入這場 父子慘劇 當夜 如同悼念 克利普斯 一般 蒙德下起了暴雨 海亞有著 不為人知的一面 他是 河瑞亞 安插在蒙德的旗子 你應為河瑞亞效力 為了這份使命 他被生父 偽然拋棄在異國 那時向他 闖開懷抱的 正是 克利普斯 與蒙德 如果 含瑞亞與蒙德 發生了戰爭 他應該站在哪一邊 狠心寫起他的生父 與收留 撫養他的養父 他應該幫助誰 長久以來 海亞都為無解的困境感到痛苦 對不老真心的他來說 忠誠與使命 真誠與幸福 從來不能兼得 而 克利普斯之死 打破了天平的平衡 海亞 因而感到戒脫 又為這份自私 感到羞愧 作為養子 他本歸救下 克利普斯 卻來晚一步 作為異弟 他應幫迪魯克 分擔痛苦 卻躲在兄弟背後 思考著 那個古老的陰謀 出於罪污感 海亞敲響了 迪魯克的火門 傾盤大雨 掩飾荒然的氣味 秘密在這一夜 被和盤托出 海亞早已療到 迪魯克會憤怒 兄弟以仁 勃劍相向 他卻覺得 這是說謊者應得的懲罰 但當他們 前逗在一起 海亞第一次感到 強大的元素力 在他身體中 冰法 多年來 他始終將自己 藏在迪魯克的光輝之下 這是第一次 他用真實的自己 面對移興 冰冷 脆弱的元素之力 元劍尖湧 向迪魯克的火焰 紅雨藍碰撞 爆出驚人的巨峰 海亞的神之眼 便是在此刻 昭然光臨 那天之後 海亞與兒輕之間 起了些變化 但他絕口不提 就像他不會交代 神之眼的來歷 即是他是全力一戰的紀念 是向親人套路真心換來的結果 他仍將紙看作警示 余生每一天 都背負著 謊言的重量而活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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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冰了 我去冰了